2021年3月30日,天津女排官方正式宣布中国女排主力复工袁新月加盟天津女排征战全运会 关于袁新月去向的争论也在发酵了半年后,尘埃落定 天津女排喜得良将,可喜可贺 同志是,尘埃落定 美墻主ró regio 特殊主,于是一名人 飞 voluntariat 飞阳 马上开始出了 我天然、我舅舅的 我这个抗口 你这抗口 我这抗口 你这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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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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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好奇 怎么跟最后跟天队牵手成功了 我觉得感谢天津体育局 包括我们重庆体育局和体育学院这边他们的支持 然后才让我有这个机会出来打比赛 因为这个队其实对于你来讲也很熟悉 国家队的队员也都在这儿 然后之前也跟队伍一块打过比赛 这个对于你后边融入队伍是不是有好处 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我也很长时间没有打比赛 也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比赛的一个机会 然后也是感谢他们能给我这个机会 全会其实要打拿过奥运会冠军 拿过设计杯冠军 但是全会好像打的并不是很多 那么对于全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重要 我觉得全会的话也是 就是算是大家都很重视一个比赛吧 然后我也是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天津队 接下来呢 就是我看跟王子也说很快想融入到里边 中文多秒就打 对 因为毕竟留给我们的时间不是很长吗 然后包括我们进行结束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给了我一个调整的时间 然后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和大家配合起来 两米的身高让他具备了成为顶级复工的优质身体条件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无限潜力的复工球员 曾经在原八一女排也只是一个负责给队友照看泥水机的角色 当年郎平二次执掉中国女排 网纳年轻人才 朱婷 张长宁 杨芳旭等人都被网夺到国家队 在原八一女排打不上球的原新月也被郎平一眼看中 起初郎平还担心俱乐部不放人 没想到原八一女排很痛快的让郎平领走 原八一女排人才济济 并没有觉得这个负责给球员拿毛巾地水平的女孩子是一个大大的潜力股 郎平上任后组建了大国家队 在各支省队抽调来年轻球员进行培养 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大浪逃杀的过程 谁行谁上一直是郎平秉承的原则 二次执掉中国女排八年间 很多入选过中国女排的年轻球员都成为短暂的过客 能够跟随中国女排参加三大赛的球员必须具备绝对的实力 原新月应该算是早期球员中的娇娇者 从2013年实现三级跳 国少直升中国女排一队 到2014年世锦赛半决赛临危受命帮助中国女排 以3比1立刻意大利女排 时隔16年再次挺进世锦赛决赛 原新月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发挥出了高水平 在进攻和篮网都有出色的表现 是中国女排取胜的功臣和骑兵 其作用堪比家电奥运会的功臣张平 刚入选中国女排就随球队获得世锦赛亚军 这种经历极为珍贵和难得 殊不知大部分球员都是通过多年努力才有机会参加世界大赛 还不一定能够站上领奖台 而原新月作为刚入学的新生就直接上了考场 还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 在中国女排的两个周期内 原新月和中国女排的姐妹们并肩作战 先后获得了2014年世锦赛亚军 2015年世界杯冠军 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 2017年大冠军杯冠军 2018世锦赛亚军 2019年世界杯冠军 这些辉煌的成就离不开狼瓶和每一个女排队员的拼搏奋 原新月作为从替补到成长为主力复工的球员 她在这个过程中有高光也有个平静 不管高光还是低谷都是促进她成长为世界级复工必须交的学费 原新月现在已经当仁不让的成为和严妮并肩的往上长城 也是中国女排七千女以及朱元璋组合的双料成员 原八一女排退出历史舞台 原新月虽然在中国女排获得了良好的发展 但是她的起源还是在原八一女排 只是原新月的俱乐部层面的成绩远远不如她在国家队这般辉煌 代表八一女排比赛的十几年间 只在2014到2015赛季拿过一次联赛冠军 原八一女排曾经也是联赛霸主球队 只是近些年更迭换帅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才逐渐走向没落 2020年更是因为建制改革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原新月 刘彦涵 杨军京等先议球员 也需要按照政策去新的球队效力 虽然原八一女排不在了 不过原新月等人身上依旧有着这支老排球队那种传统的精神 因此他们走向社会之后也得到了各支排球俱乐部的青睐 尤其原新月刘彦涵两位先议国手 可以说他俩的去向始终牵动着球迷的神经 沸沸扬扬的几次乌龙传闻 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中国女排没有参加国际比赛 所以原新月和刘彦涵一直跟随中国女排集训 虽然期间也有很多关于两人加盟的消息 不过没有持续多久就趋于沉寂 直到疫情缓解确定重启2020女排锦标赛和排超联赛之后 媒体上再次开始热炒原新月和刘彦涵的趋向问题 当然主流观点认为天津女排引进原新月几率最大 甚至有媒体预测原新月会在竹亭官宣那天晚上亮相天津女排 后来证实这一猜测落空 之后更加近乎真实的还有辽宁日报 官宣原新月和刘彦涵加盟的消息 但是直到比赛开始 两人也没有出现在比赛赛场上 再有就是排斜官网发布杨军京高益等人转会的消息之后又删除 这些乌龙消息搞得球迷晕头转向 不知道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高益和欧阳兮兮亮相联赛 去年排超联赛打到半决赛时 上海女排突然空降内员高益和欧阳兮兮 两位原八一女排球员中途参赛惊掉了球迷的下巴 居然还可以有这样的操作 矛头直指上海女排王志腾老坚俱滑 连上海女排的对手江苏女排主帅蔡斌 都在赛后的采访时表达了不满 只是精一算解的王志腾这次又失算了 高益和欧阳兮兮没能帮助上海女排打进决赛 不去讨论上海女排的德语诗 只是这次高益和欧阳兮兮的亮相也向外界表明 原八一女排球员已经可以签约到地方球队了 那么袁新月和刘燕涵的去向也将逐渐明朗了 李珊和王一梅争抢袁新月刘燕涵 辽宁日报此前官宣袁新月和刘燕涵加盟辽宁的消息 并非空穴来风 辽宁俱乐部负责人王一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曾经说过袁新月等人是非常优秀的球员 哪支球队都希望有这样的球员加盟助阵 当时王一梅虽然没有明确表态进行的运作 不过明显的球迷都能看出辽宁女排不可能不对两个球员动心 加上辽宁日报官宣的消息不得不让人遐想连篇 当然了最积极的还要数天津女排 成功运作朱婷加盟天津女排之后 让原中国女排雅典奥运冠军 如今的天津排馆中心主任李珊名声大道 李珊上任的这几年球迷们对她管理球队 组织策划大型比赛引进内外援谈判公关等各方面的能力极为钦佩 袁新月能够顺利签约天津 李珊应该在前后做了大量工作 袁新月来到天津女排之后接受采访时说的话 和朱婷当初说的大致一样 首先是天津女排的底蕴以及这里有很多国家队的队友 再有就是天津体育局和重庆体育局的关心 可见李珊代表的天津体育局 在引进袁新月的过程中拿出了绝对的诚意 袁新月选择天津女排是正确的也将实现共赢 再续前缘力争全运会得冠 袁新月和天津女排不是第一次牵手 此前天津女排李莹莹、陈心同、杨毅 助振元八一女排世界军人运动会 袁新月投桃报李持援天津女排十举杯 这两次比赛虽然没能拿到李蒋的成绩 但是彼此的友谊就此建立 再次合作之后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全运会夺冠 有球迷担心袁新月的合同只到全运会结束 这种担忧是多余的 家有梧桐树不愁凤凰流 小苹果袁新月和天津女排一起征战全运会之后 真正感受并融入这个大家庭 难道还会再去别的俱乐部吗 最后再次欢迎袁新月加盟天津女排 欢迎共创佳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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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天音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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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